中国新开发的微波光子雷达 能够跟踪10枚20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 探射隐身目标更为简单 对于中美之间的军事科技竞争态势而言 中国未来需要重点防御的两大威胁是非常明确的 一是美军屡战屡败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二是美军正在发展的以B-21为代表的隐身作战力量 而要打造出针对高超音速导弹和隐身飞机的作战体系 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雷达预精网又是前期条件之一 而如何突破微波光子雷达技术又被认为是希望所在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微波光子雷达以光子为信息材体 利用光谱和先进的光子技术来处理雷达带宽的型号 最终可以实现快速成像 而且是高分辨率的成像 因此微波光子雷达具有天然的反隐身 高探测精度 高分辨率 高带宽 能够全天候使用 而且个头更小等一系列的优点 这几天一则非常爆炸性的消息传来 中国在微波光子雷达领域获得了革命性的技术突破 据南华导报报道 中国科研团队的论文称 研制成功的微波光子雷达 不仅能够以惊人的精度 跟踪飞行速度高达20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 而且还能够识别并且排除虚假目标 这在以往的技术中被认为是很难完成的证据 早在几年前的珠海航展上 中电科就展出了两种新体制的雷达 即量子雷达和微波光子雷达 虽然两者中都有光子在发生作用 但是原理并不相同 量子雷达能够利用量子纠缠原理的工作 通过发射和反射的光子来探测目标 而微波光子雷达仍然是通过发射微波来探测目标 同时在利用光子技术对电子信号的产生 分配控制和处理进行干预 能够有效的提升雷达系统的关键性能 据报道 中国科学家在雷达技术上的创新 使得新型微波光子雷达的探测范围 扩展到超过600公里 在地面模拟中 这种雷达能够对飞行速度高达 每秒7公里的飞行物进行跟踪 其误差仅为28厘米 而该雷达对速度的判断解决率高达99.7% 这种探测精度的提升 得益于该团队将激光技术整合到雷达系统中 从而实现了信息传输的光复法 从而克服了传统雷达在处理高速移动目标时的局限性 要注意 这里说的不是光量子雷达探测隐身目标 而是探测难度极高的高超音速目标 这款雷达甚至能够同时跟踪10枚 飞行速度高达20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 不仅如此 它们不仅具有高速目标的探测能力 而且还可以提供厘米级的探测精度 这就是将来中国建立强大的高超音速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个重要技术 报道称 利用激光技术 中国的科研团队 使雷达能够同时发送三个不同波段的微波 从而提高了探测精度 它们还开发出了一种新的算法 通过比较不同频率的信号 来完全消除错误目标的干扰 有报道称 中国的科研团队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雷达系统 甚至该系统包括芯片和发射机 在实验室内通过模拟大气层中高超音速目标运动的仪器 来验证其性能 中国新型微波光子雷达的研制成功 不仅提升了我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竞争力 也为全球军事技术的发展 树立了新的标杆 美国在西太平洋试射空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 显示了其缩小与中国在该领域差距的决心 然而还没等美国人研发成功 而中国这边打造防御高超音导弹的能力 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对美国人的心理冲击将是战略性的 其实微波光子雷达的优势 远远不只是探测精度和信息传输速度 而且它还能极大的增强 中国军队的雷达网的韧性和使用范围 一方面这种雷达的反隐身功能很强 它们能够给隐身飞机成像 因此你的隐身效果再好 也逃避不了这种雷达的探测 另一方面 以传统雷达相比 微波光子雷达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能特点 使其更适合装载在地面车辆 防空导弹或者是飞机等小型平台上 这也预示着中国的预警机未来也可以装上微波光子雷达 甚至连反导系统上的导弹也能用上这种技术 从而极大的提升中国武器平台和导弹武器的抗干扰能力 从而让反导和反隐身变得更为简单 我们可以再设想一下 以后中国是不是可以在天机卫星上部署微波光子雷达呢 那么这样的监视能力对于中美军事竞争的影响又将是战略性的 微波光子雷达不受云城天气等自然条件限制 具有全天候全天时的作战能力 也就是说 其环境适应性也非常强 中校园中国微波光子雷达的研发成功 标志了中国在雷达技术领域的一项重大进步 也为全球军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和完善 微波光子雷达有望成为未来战场上的关键技术之一 从而让美军陷入更大的焦虑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